對 就是有時候很難 那因為有人借錢借金了以後 他開口的數字都讓你很為難 他如果說兩百萬 你就一口回絕 你就說我沒有 但是他永遠有那個數字 拿捏得剛剛好 比方說十五萬 比方說 譚永哥人家給你借十五萬 你會覺得 你不用講自己沒有十五萬 對啊 所以開口的數字要剛好 是他拒絕不了的數字 還有那個借錢的那種模式 有時候就是說 等於說我突然間這樣 我們在那邊聊天 然後你正常走過來 他說大哥 你還沒有沒有現金 我再問一下 你都問了 有啊 還要十幾萬 你先拿給我 你這回合真的都拿給我 因為你不懂嘛 為什麼 為什麼真的有個現金 出其不意 對 可是你不用歪得位 順便問一下的感覺 不過我現在很正經講說 小孩子 你可不可以幫我忙 你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很奇怪 我講說 我講電話講 對 因為你廢話太多 你那個現金 會讓人家有 你先拿給你 防護身防護 對啊 因為你前面鋪陳太長 我會讓對手有機會 有借想借口 我就會說 我錢都在我媽那兒 或是我老公都在管 一定要速戰速決 要理直氣壯 然後速戰速決 對 你以為要講得很充分 然後要速戰速決 趕快決定 這是我有一次 跟那個余大哥 接觸心得還為什麼 他在路邊 在等計程車 我就... 過去講 就是... 大兒 你有現金嗎 有... 快... 快... 不要看著你 現金 不要看著你 包括拿出來就好 還用不過來 春春插滿光而已 好 都拿著啊... 好... 照一照 我照好 我看他會... 嗯... 所以在路邊也會碰到你喔 你到那個人家家的門口 那個樓下就按電鈴 我可以啊 你家裡有沒有現金 你會用無線拿下來給他 給你 對... 是因為你的精靈衰 簡日不如壯日 你一直要跟你說 好... 好像最會被你摧 開從樓上來 你... 你接好啊 對... 就這樣... 所以你... 你算是借錢最... 你可以出書的那種對不對 不是來... 就我借錢的那種方式比較... 比較那種... 有靈感 比較靈活一點就是 好感 所以你會看那個人的個性 然後再想辦法借是不是 有些人呢 有些人就說你... 不要跟他開手借錢 但是你在他面前表現出 就一副就是說 那他覺得說 不缺錢的樣子 然後呢 他稍微再會問你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錢可以賺 有風險耶 什麼 反正賺錢就有風險啊 這樣子 好 那我明天... 我明天告訴你 就第二天 我們不用打給他 他就打過來了 怎麼樣 你昨天講怎麼樣 那你今天會300到50分來 你會過來的 真的會 好厲害喔 真的會有人這樣子 可是你要做到讓人家 認為說你真的是有在做事情這樣 可是你的風評那麼差 你不會相信 什麼我明天講什麼話 不是 你就是... 你就是欠債出了名呢 我跟你講啊 我欠債出不是 我已經賭輸錢那個 輸了不少錢 不是欠債出了名 不是